你好呀,我是小王瓜 感觉这几天天气都挺不错的 马上就要到一年当中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时候了 就是深究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虽然那种风吹在心里巴凉巴凉的 但整个人都嘲笑嘲笑的 我真会形容 大概因为就是我天身比较贪凉 就是打个比方睡觉的时候 无论什么天气 我一定会有一条队身在被子外面 就是特别怕那种被温暖着捂着的感觉 所以每年一到深究的时候 就会特别兴奋 然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我最近 迷上了吃各种各样甜甜的烤肉 日式烤肉 然后呢我一有空就找附近能吃到的日式烤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下子特别喜欢 一颗蔬菜都没有 一顿饭圈都是肉 一次吃进很多肉的那种感觉 既有腻又不健康 但是就超爱的 但是呢 不知道你们看得出吗 虽然我在录视频之前 已经按摩了连半天 还用冰块敷过 但是这些甜甜的烤肉 最后全都长在了甜甜的我的身上 看得好啊 我没关系 反正一到冬天 人就会自然瘦一点 不知道你们最近过的怎么样 哦对了 旁边这个 和我有点像对吧 这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 也没有很久很久 哦 近久了 这是以前我的一个方官 包括我之前用的所有的背景 都是它画的 然后前段时间呢 在这里电脑里的图片的时候 就发现 这张超可爱的感觉 好像很多人还没见过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了 是的 这个行为叫吃老本 就是 我还有很多老本 老本 说到老本 我想到了 最近的世界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过一段时间 录视频 如果当中有录过无人生 或者说是 没有跟大家 聊过天 分享过什么的时候 就总有那么一个视频 开头感觉 有说不完的话 对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你们可以直接把这一段 皮 拉过去 调过就好了 调过能直接到 我们做出玩意 说到老本 不知道 今天你们支持的 是哪个队伍 我呢 因为 埃及也没进去嘛 然后今天在世界赛大的 LPL队伍 其实那个可以多管 多感觉应该挺好的 嗯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小狮子虫 哦 不要笑我的天 这个肉 这个 我的天 看看 走 就 有的时候 拉出来的是一层皮 有的时候 拉出来的 真的就是一朵肉 就像现在 就很厚实 能感觉到吗 听这个声音 可以听到脂肪的质感 能听出来吗 最近真的太过分了 我要吃西兰花了 我准备吃几点西兰花了 好了好了 我们先 做一会儿出反应 好 第一个是 准准瓶 你好 就走了 尽快点 好 好 前准备 还有 就是 看到吃净 尽快点 你好 好像 你 是 这 对 好 这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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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吞吞瓶好着急啊 它着急着下巴吗 怎么样才能让它的声音走得慢一点 0.5倍速 焦出来巴地还是转转的 当这个每次用到像这样里面有很多很多泡泡的时候 它的声音就会没有那么干脆了 这时候就要把它在旁边放一会儿 然后待会儿再拿过来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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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有聽到類似於邦丁的叫在水裡的聲音 特別 他現在在房間裡 今天一整天都不太開心 應該是因為我出門的時候 我一般會放兩碗吃的嘛 一碗是肉肉的一碗是乾料 然後今天出門我把他那個肉肉的那個碗放在水頭裡 然後放了點水忘了洗出來了 導致他今天一整天吃的都是 他一隻小貓咪哪有那麼挑剔嘛 有的吃都不錯了 就養掉了 然後今天晚上回來他都沒理我 平時就是我門一開就看到他很開心的 身拐著跑到門口 然後就聽得鼻鼻直的看著我 今天回來就沒有理我 我現在特別怕他包覆我 我剛剛錄視頻之前特地跟他打過招呼了 還賄賂了他一隻小零食 我覺得他應該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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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說 他應該懂的 後來震驚 不是 他應該會不是 我感覺這樣甩甩 旁邊甩還沒有直接吹到頂 不如吹一個 是不是吹太重了 我感覺好像有點重 那我再吹輕一點 太輕了好像沒什麼感覺 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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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 為什麼吃起來那麼重 是因為烤肉吃多了中期十足嗎 我會留意的 我會留意的 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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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朗 我看,我看很多國外的up-true 做刻意眼睛都不眨的說出了一大段 就是火新聞 就感覺聽著很舒服 我在這兒邊火新聞的時候 整個人都是咔的 分開吧,一段一段來 吸氣,吸氣 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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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ur Shaon 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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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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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你們分享一件有點搞的事情 就是 最近因為臉部的面積變大了 感覺 臉上的留白變多了 因為 因為本來自己五官比較大嘛 然後 但是胖了之後就會顯得五官小 然後臉上的肉多 所以呢 我做了一個很小的操作 我每天在化妝的最後一步 那一支筆 就那種 咖啡色的 類似於這樣顏色的 液體眼線筆 然後在臉上到這個位置 點幾個指 這樣就會感覺自己臉上的留白少了 空白部分少了 就會感覺 就會感覺沒有那麼重 應該是懂這個原理的吧 然後 然後前兩天 店裡來了一個妹子 之前也來過嘛 很可愛很可愛 很可愛的一個妹子 然後她 那天過來的時候 她每次過來都是那種 她很害羞嘛 我每次都是說話的時候 都是這樣 然後那天走的時候 她帶頭看了眼我 不得不說了 當時心有不同一下 然後她看了眼我之後 冷了一會兒 然後從包裡面 好像找什麼東西很急 我當時心裡在想 這 給我帶什麼東西了 還是 還是有什麼東西 忘在店裡了 要找找看有沒有在包裡嗎 那種感覺 然後 是的 我當時就這麼想 有點真是吧 然後她很可愛的到處一包 使得至今 湊上來 往我臉上這邊砸 砸了兩下 說你臉上髒了 其實那道沒什麼 她以為我臉上髒了 這道沒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講這話 那妹子應該也能聽到吧 應該聽得到的 她也能 應該會看這個視頻 主要的是 當時特別尷尬 因為 你們知道 我跟你們說 像這個 我跟妹子之間發生的事情還好 你們如果 直播間有小夥伴 男生 跟自己 心意的女生出去玩 或者吃飯的話 千萬千萬記住 不要隨便拿十斤 臉上髒了 提醒一下 千萬不要幫她擦 因為當你拿開十斤的時候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我臉上 有八百斤的粉吧 大部分 每次臉上應該不會有八百斤的粉 你會看到白白的紙巾上面 有 厚厚的粉體 然後同時 本來應該 本來我愣了一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人做笑出來了 你們 你們懂嗎 就有任何東西 不要上手 不過大家還好 因為 反正不管 擦不擦 每天到很晚的時候 或者說 在外面忙了一天 再回到店裡的時候 臉上的粉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為什麼要跟大家說這個 我剛說這個是想說什麼來著 靠著吃多了 等等我到時候想到了 再跟你們講 靠著吃多了 來著你們知道 如果你們看到我臉上有這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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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點了一堆的話 既不是我長了那麼多隻 也不是我臉上髒了 應該 就 怎麼理 就 就是我腦子出了問題 思想出了問題 而且 而且我每天會換不同的位置 但是這個我一直沒有換過 一直都點在這裡的 一直都點在這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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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摔心 你也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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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 2 2 3 4 4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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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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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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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一会 就是呢 每天都挺忙的 然后 当我们一般跟朋友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是个习惯 就是真正 比如说工作上有什么 非常有拯救的事情 或者说生活中有什么 特别让自己困扰的事情 其实我都不太愿意拿来和朋友分享的 因为接听歌一个 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关系最好最好的朋友联系上了嘛 就突然有缸而发 不知道 我有点想不起来 不知道是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性格 还是做直播之后 慢慢变成了这样的性格 其实 因为总觉得 好像说一些 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就有点扫心 但说一些 非常 为难的 或者说 处境不太好的事情呢 又想再给别人添麻烦 又想再给别人添麻烦 因为当你说了之后 别人就总想帮你想办法嘛 所以呢 就 正好就知道就变成了 愿意分享的是一些 无关同样的 然后 或者说 有点尴尬的 或者一点点小缺心的事情 哦 说到有点尴尬的事情 我好像分享的尴尬事情有点过多了 我要不要说了 算算说了 就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穿袜子 然后 拆了一身熏的穿袜 嗯 然后呢 因为 穿袜会容易就是 会 容易 跑到脚底下嘛 然后我两只脚 出门的时候 走两步路 我发现有一只脚是对的 然后还有一只脚 袜子就一直 跑掉跑掉 就从脚后登溜走 嗯 然后 嗯 我就要走一段路 就要把它拉起来一下 嗯 我就很 很烦 后来 找我地方吃饭的时候 进上上吃饭的时候 嗯 我就去 观神间 把 把那只老师 跑丢的 跑掉的袜子 就不好好收缸的袜子 脱了下来 然后放在一个小袋子里 放在包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那根筋打错了 我要脱 我把两只一起脱了 我去脱一只 然后 我吃完饭之后 我又不知道我那根筋打错了 就 从商场出来 然后再往店里走路上 路过一家卖鞋子的店 我 我完全没有想起来 自己一只脚有袜子 一只脚没有袜子 我看到一双鞋还蛮可爱的 我就叫服务员 拿一双给我实战 他拿来的时候 我在拉开我那个鞋子拉链的 瞬间 想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就想到 我想到我是一只脚有袜子 一只脚没有的 我怕 我怕我怕 但是鞋子都脱了 是鞋子人家当我神经病 后来我没办法 我真的麻烦别人放回去 其实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烤肉质多的原因 其实最近这种走神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就是一直以来都挺多的 跟烤肉没有太大关系 好了 今天的主发音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上一期够多嘛 对吧 这一期呢就这样 跟大家哪怕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稍微聊一聊 我发现已经很久 没有收到你们告诉我说想听什么什么声音 除了直升器跟套耳朵 和其他声音 你们都没什么想听的 我也就随便做做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上一次的 认真的每个视频过一遍的那种 每个道具过一遍的套耳朵视频呢 已经是快半年了 所以最近又该安排一起 做套耳朵的视频 嗯 还要安排一起 那个 我刚刚翻视频看到的 我把它记录在电话里 算了 套耳朵不过看嘛 反正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声音啊 或者说是觉得很久没有听到了 有点想念的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看到的话 我应该会在那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黄瓜 又是鼻鼻涛涛的一天 如果你现在安心着 啊 那我就失败了 嗯嗯 祝你阿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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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